走 桃子 你觉得你妈真想跟我复婚 当然了 这你还看不出来啊 我妈为了你跟果果阿姨的事 我都生气了 今天跟我补课那几天 我妈跟别人串门回家给你做饭呢 真的 爸爸 爸爸可能要对不起你了 怎么了 爸爸 爸爸可能不能和你爸爸复婚 为什么呀 你不喜欢我妈妈了吗 你喜欢你个果果呀 你觉得我妈老了是吗 没有 不是 我怎么会那样 你了解爸爸不是那种人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妈复婚呀 因为 因为有些事我 爸我不能告诉你 跟你解释不清楚 你明白吗 那你叫我出来就跟我说这些 陶子 爸爸可能要跟那个果果阿姨结婚了 陶子 好 妈 妈 是你回来了 我还以为是陶子回来了呢 陶子还没回来啊 他爸把他接走了 也不知道今晚回不回来吃饭了 我来给他煲汤 我来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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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话没说完呢你就跑 那你还跟我说你不喜欢果果 你骗人 我没骗人啊 爸爸的确不是很喜欢果果阿姨 但他毕竟 毕竟比我妈年轻漂亮是吧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这些不能告诉你 你这也不能跟我说 那也不能跟我说 那你跟我说什么呀 你出来都是跟我说我不喜欢听的 我这么跟你说好了 爸爸真的要决定再娶 再婚的话 一定会先问问你 你是爸爸女儿 贴心小棉袄 你想 你要不喜欢你 跟她出不好 我还结什么婚呢 那你要征求我的意见吗 当然了 所以我才把你请到这儿来的嘛 那我告诉你啊 我不同意 你 看爹吗 看爹吗 我看你坐这儿半天了 是不是有什么愁事啊 跟我说说呗 我又不认识你 我跟你说干吗呀 现在已经认识了 我抽我自己的 你自己卖你的倒板碟去吧 怎么这样啊 我是想跟你说 天已经快黑了 一个小姑娘 你要遇到坏人怎么办 赶紧回家吧 你怎么不回家呀 我没有家 妈 今天我们老板找我谈话了 是不是要给你涨工资啊 就是道歉 这是我们的大老板 我们酒店的一把手 集团的大股东 平时我们见都见不着 是不是经常好运气了 你表现得好 要提供提供你啊 我就一厨子 我干得越好 越要下厨 提包我什么呀 今天我去 她特别热情地跟我说话 搞得我受宠若惊的 那是为什么呀 妈 姥姥 唐子 姥姥回来了 妈 姥姥 你还没跟我说呢 为什么老板突然对你这么好 那你说是为什么呀 因为我爸呗 杨树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你是杨树的前妻 自然对你高看一眼了 如果你们俩要是复婚了 那更得对你高看一眼了 是不是啊 妈 以前我从来没有感受到 什么叫富贫富贵 这有什么奇怪的 我跟你说啊 这种事儿 纳在剧组 电视剧组里头 比比皆是啊 你看杨树啊 以前到什么地方 谁理他 门理他 我估计现在啊 无论出席任何的场合 那人哪一定是前呼后拥的 你就喜欢前呼后拥的 都亏你没出名 你要是前呼后拥的 不知道你得得瑟成什么样呢 我们老板还说 我们老板还说 如果我跟杨树复婚 复婚一事就让在我们酒店办 他做我跟你爸的正婚人 费用全免 我的天哪 看见没有 你爸现在都什么样了 你看你妈 新做的发型 注意到了吗 刚才呀 跟我做饭的时候 高兴的直唱歌呢 烫好了 烫好了 快 你给我拿一下 垫起来 我的烫好了 来 香不香 今天这烫太好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事 头发挺好看的 我告诉你 今天我这头发 是韩国人给我做的 人家是这样竖着剪 你知道吗 特别有流动感 非常的随密的 不嫌老吧 不嫌 不嫌 一点都不嫌 这什么叫不嫌 那妈是不是本来就老了呀 你问我你嫌不嫌老 我又没说你老啊 不是 那你说妈本来不老 这多好听啊 你老说不嫌不嫌 你强调那不嫌 好像妈本来就老了 做了个死密大的头 不嫌老的 怎么了 你看看你 你看看你 你这干嘛呀 孩子不是一直都在赞美你 夸奖你呢 你说那些话干嘛 让她伤心 桃子 宝贝 这儿 都是妈妈不好 是不是啊 不怜她 老了妈的啊 好嘞 桃子妈 刚跟你开玩笑呢 你当真啊 你开玩笑而已 我尺度啊 是吧 你怎么了呀 到底什么事啊 学校有人欺负你啊 我朋友跟果果阿姨结婚了 他不能跟你复婚了